Hallow 各位股友们 大家晚上好 时间很快 我们来到了5月份的下半个月 那么再过几天 你就会陆陆续续看到很多财报将会出炉了 当然其实在今天晚上已经很多财报已经出了 不过马股今天回调 KLCI跌了9.54 收在1419点的一个价位 当然市场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你要组合指数起着上的话 确实是会比较难 目前全球经济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看到乌克兰战争 然后气候变化 各种天灾人祸之下 更重要是再加上美国那边不断的升息 高利息的时代 经济要扩张 然后公司要扩张 其实是会遇到一些主力的 所以今天下跌的counter529个 上涨的只有325个 今天BARBES是起了10.7%是不错啦 因为之前BARBES 一连串的坏消息 让他的股价非常受伤 把最近BARBES传出一个好消息 因为之前有一些股东要对他 做一些这个CAS 一些法庭的一些案件 然后他们就撤回了啦 OK 说好消息 BARBES今天起了10.7% AAX今天起了6.7% 可以看到AAX 是从他重组了过后 是又蛮凶一下 他的股价也是挺凶的 然后最近AAX 因为他们的CAS很快要BARN完了啦 所以他们也提出要做啊 Private Placement 要筹一个好像是5000万哈 OK 然后Pratama这家炒股 今天也是起了7.2% 也是蛮凶的 好来个啊小小广告 我本身做一个选股服务 每个星期啊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然后啊 啊当然这个报告是适合那些啊 如果你不喜欢收股息 你是追求股价的上涨的话 那么啊非常欢迎哦 你可以来啊看一看这个报告 像我之前有这个啊选股啊 选出这个啊瓦熊 他今天也起了4.6%啊 所以在92分 他最新业绩YOY 进步57%啊 之前我选他是39分 那么这两年6个多月啊 也是有136%的回酬啊 这种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啊 等上6年才会有 所以这个选股啊 他是根据这个价值投资啊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出这个啊 选股的一个啊投资的方法 所以啊非常欢迎 如果你要进一步知道详情 你可以来啊 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WhatsApp我啊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App号码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直接在我Facebook啊 PM我都啊非常非常欢迎 好 现在来跟大家谈聊哈 这家公司很久啊 应该是4年了哈 OK 我看微我过去的record啦 4年前有提到他咯 啊很久的 没有提到了这家公司 就是Aion Company Malaysia Berhad 他的cord是啊Aion哈 那个中文名叫做永旺啊 这家公司 所讲到这个Aion Shopping Mall 应该大家啊不会陌生啊 就是在马来西亚主要的城市里面 啊他都开了蛮多家咯 这个啊购物中心啦 Aion Shopping Mall 永旺哈 他的这个购物中心 啊 所以今天他是不错啦 Nix起了2分咯 所以在啊1块32分的价位 看回啊三年前啊 2020年11月他那时候股价只有65.8分 OK 所以啊三年前当然就是啊 还是COVID-19啦 那个时候 然后啊 那个时候啊 疫苗还没有出来 啊人心惶惶哈 就啊 当然那时候 很多购物商场 购物中心 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COVID-19的关系啊 他们就被迫 可能啊 不可以营业 要关门 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制 所以那时候啊 对于这些购物中心的展望啊 包括Aion在内就非常的负面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啊 当然不止Aion啊 你会看到很多RIX 啊 特别是那些shopping mall的RIX啊 应该股价在啊 那段期间也是啊 暴跌了下来哈 所以两年多到了今天啊 当然他就有强势回升到1块32了 所以这两年多 他也是有101%的回酬 OK Fundback的回酬两年多是时间 是啊 非常不错的 OK 因为啊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他4年才会有 所以他的市值marketcap啊 是9亿的一家公司啊 也是不小 啊 最新业绩18号啊 就是啊 4天前 刚刚啊 出炉了 他的first quarter啊 financial year 23年的业绩是不错啦 QOQ进步53.26% 他这个季度赚了一个3818万啊 接近4000万的net profit OK 是非常不错啊 跟他的revenue收入有上涨啊 当然是啊 有关系的 OK 首先呢 Aion 刚才说的 他是做retailing的 OK 就是购物商场啊 他本身有开门店啊 蛮大间的 他是啊 他的major的tenant啊 在他的shopping mall 然后他也是有做property management啊 就是他啊管理整个商场 然后会把一些店啊出租 来收这个租金啊 OK 所以这是他主要的业务 所以这个啊 这个 这个前谈啊 主要是啊 从这个 这个投行啊 Cananga Research 他们有一个pdf在i3那边啊 你可以下载来看 就是啊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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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小组 他们就attended 这个Aion的 这个analyst的briefing OK 然后他们就写了一个报告啊 所以在这个前谈 我尝试将一些重点啊 来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提到这个啊 业绩啊 first quarter financial 23年 刚才说了 是不错的业绩啊 你可以看到QOQ 它的net profit进步了53% 赚了一个3800多万 OK 那么Aion 它整个集团 它的mall的occupancy rate 它的mall的出租率啊 其实是高达91% OK 这是啊 放眼在马来西亚 91%的啊 这个店铺的出租率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知道啊 啊 其实在马来西亚 很多那种啊 空空的shopping mall OK 就是那种啊 比较失败的一些购物中心 啊 当然原因很多啦 第一点 可能管理层的啊 能力不足哦 等等 很多很多的原因 所以啊 Aion 它能够让出租率保持在啊 91%啊 其实是挺高的 OK 在啊 市场方面来说 那么 Aion的管理层似乎是信心满满的哈 因为他们预计这个8月份会出炉的这个second quarter的业绩 他的retail的sales啊 他的门店的销售应该是可以sustained的哈 他们是有信心啦 因为 像财过去不久的hariraya哈 这个啊 我们有主的这个佳节啦 hariraya的这个sales 这个人潮来说哈 这个啊 traffic 这个人的traffic 在他的shopping mall 他们统计到是相当不错了哈 在hariraya的这个期间 然后当然他的mall也是有各种各样的event啦 像他会举行这个fashion啊 preview啊 他的member day啊 这些等等 都会啊 招来蛮不错的一个人潮 然后啊 管理层也是有信心啦 在啊 这个financial year 二三年结束的时候 他们整个集团的这个occupancy rate啊 可以提升到啊 94%左右哈 他们有信心啦 为什么啊 因为啊 他们是说目前跟一些新的啊 比较大街的tenant在谈住哈 他们有意识啊 可能租更多店了 还是新租一些 aion mall的店铺哈 比方说这些tenants 像koi的啊 这个banana bro 米雪啊等等哈 这些啊一些brand啊 目前在谈住的时候啊 是不错的消息啦 就是aion mall 他的mall的出租率啊 或许可以提升多一个 3-4%上去啦 是蛮不错的 然后aion的管理层也说啦 他们预计这个financial 2-3%应该租金方面啊 或许可以调整一些哈 调整上去一些 因为像之前啊 covid的时候啊 当然他们的mall的租金也给了一些discount啦 一些折扣 现在当然啊 经济啊 市经济又复苏了啦 ok 在零售业来讲的话 然后相信他们的租金方面啊 应该或许可以提高一些上去哈 然后他们也是有信心 这个财政年啊 他的tenant 他的tenant啊 重新renew他们租约的这个比率 是可以高达90%的 ok 就是意思是说 他们预计高达啊 他们的租户renew 他们contract的啊 或许这个数量是高达90% 啊 就说明这些啊 他的tenant其实有赚钱的啦 哈 因为你有赚钱的话 你才会续约嘛 ok 去啊 继续更新你的租约 然后除此之外啊 他们在他的mall会啊 新增加一些啊 或许比较啊 知名的一些品牌了 ok 那么这些品牌 当然会面向啊 offer double 这个啊 负担得起的这个 这个人群啊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马币 也是啊 比较弱势的情形之下 然后经济或许不是太明朗 很多人购物就讲求这个性价比较比较高 就是啊 货品价格啊 不会太贵哈 然后他的quality不错了 ok 所以他们会啊 增加一些新的brand 可以增加他的销售 然后他们也打算啊 在他们的一些店 比方说 Naiso 跟他们的wellness 来啊 安装这个shelf check-up的terminal 就是啊 这个shelf check-up 就是DIY啦 你购物之后 你不用拿去有人的counter那边算 你就自己啊 可能扫描你的e-wallet 还是啊 你的credit card 直接那边啊 swap一下啊 那么你就啊 自己还钱 然后自己可能就啊 拿走这些物品 ok 他们打算增加这些啊 啊 无人的一些啊 counter啊 来啊 在他的一些店面 所以好处当然是 你可以啊 节省一些人力成本啊 然后你让啊 你就不用让顾客排队到太久了 ok 然后他们也打算 在他们的shopping model 屋顶那边啊 来安装一些太阳能发电板 啊 讲到ESG嘛 毕竟他们是一家挂牌公司 ok 那么每年的annual report 你的ESG的segment 一定要有一些东西可以写啊 所以他们啊 如果在这些shopping 专这个太阳能发电板的话 当然就可以加进去啦 就说他们注重环保 然后啊 长远这个投资 也是可以带来回报啦 就是可以减少他们的电费 然后就可以利用到啊 清洁的能源哦 太阳能 ok 和乐而不为 所以这就是啊 这家投行啊 啊 Gananga 他们的PDF的一些重点啦 ok 所以啊 整体而言我觉得 啊 相对是比较乐观啦 这个啊 Aeong的一个管理层 当然股价方面的表现 刚才也说了 两年多啊 翻了一倍上来啦 它的股价 啊 啊 它的这个financial的这个 这个review 确实是不错啦 这个季度赚了 3800多万啊 接近4000万的一个啊 一个水平 然后股息方面 它也是每年都有在派发啦啊 so啊 当然日本人的公司嘛 ok Aeong的股份啊 相当大一部分是日本人啊 所持有的咯 ok so日本人的公司 我个人感觉是 啊 股息方面 他们会比较坚持啊 要回报股东 啊 当然估值方面 虽然说Aeong也是啊 我有选股 有选到它 ok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回酬 啊 固执方面 当然要老实说啦 个人感觉也固执 现在来说 当然是不便宜的 ok 除非啊 之前也是六毛多 这时候买到它 hold到现在的话 啊 当然是恭喜你了 ok 翻倍的一个回酬了 才短短两年多的时间 ok so 这就是一个啊 啊 简单的一个分享啦 啊 so shopping mall 现在在啊 大马的经济 啊 以韧性来讲 个人觉得啊 相对会比较抗跌了哈 这个segment 啊 shopping mall 当然很多rigs 像啊 这个ig 这个igb的rigs啊 等等啊 这些啊 mid value啊 你可以看到啊 当然现在人潮是不错啦 虽然之前发生了一些小意外 但是它很快又恢复了 ok 因为啊 当然 啊 igb reeks 它的这个啊 股息方面是不错啦 好多有不断在啊 提升咯 so这个sector 我个人觉得是蛮啊 defensive的啊 比较抗跌的一个segment啊 当然啊 风险肯定有 就未来 哎 如果新的病毒又再出来的话啊 可能又会像之前 covid-19 啊 啊 暴跌咯 啊 这可能是会发生的哈 潜在的风险 ok 啊 所简单的分享啊 当然 还是要disclaimer啦 最重要的那四个字哈 买卖致富 ok 这四个字 买卖致富是最重要的 啊 最后 如果你们觉得这视频啊 有用选择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啊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啊 订阅哈 这个啊 channel 打开铃铛 便能够一句快速度 收到新视频的通知啊 最后要感谢大家的这边啊 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